大家好 14点44分了 1月20号礼拜四啊 2022年啊 这有一段文字啊 说是西安啊 西安 这个人叫安大爷千古 他发的帖子 他说群里边的视频传疯了 说奥迪车出小区 速度快 没让直行的出租车 差点撞了 出租车司机随口骂了一句 奥迪司机直接停车下来 把出租车司机拉下来 准备干架 准备打架啊 俩人 出租车司机直接掏刀子 跟你这狗有什么关系 是吧 往奥迪哥啊 就是开奥迪的这位哥哥啊 脖子上连筒了七八刀 然后奥迪哥求饶喊爷 结果出租车司机说晚了 你今天叠死 视频刚才发了 被秒锁啊 就被给删了啊 自己去找西安的朋友要 我说的全是视频里的内容 但凡有添油加醋 我就是狗 啊 西安发生的啊 好 哎呀 类似事很多呀 前年我做的节目 哈尔滨有一个物业的经理 他那个物业可能是一个建材市场 还是什么市场的物业 老欺负那些小商户 就是寻思着 寻思着啊 盼着或者已经得到了 就是那种敲诈勒索 就是是吧 勒索人家点 恶心恶心 人家让人家给给他送点礼什么的 结果不是给人惹急了 有的人不愿意这种被欺负被急了 对吧 他欺负人有的人就就怂了 就忍气吞声了 有的人不干 最后在一个隧道里边吧 还是一个桥洞子里 把他车截下来 也是拿刀给他捅死了 对吧 反正这种反抗的人总是有 不是所有的中国人都是奴言悲息 忍气吞声 第三下四 对吧 有的人不想忍 不想忍就杀呗 对不对 还有这个给大家看看啊 这有一段挺有意思 下雨 他就不去 他觉得今天就不下雨 他就去 你说对不对啊 他今天甚至这样的没下雨哦 你看天上 想下雨的情况啊 他觉得不想 偷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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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抠油扭倒 抠油扭走 抠油扭了 走去 поп吧 抠油 咱吗 这是南方吧 可能是广东之类的啊 这个有人偷游 这小伙子见义勇为 你看他那行车记录仪比较高 他是个越野 他这个有优势啊 我原来开切脑机的 开切脑机的 你要看开卧车的 就是有那种俯视感啊 居高临下 确实有一定心理优势 这小伙子也不是偷的他的车吧 但是你看到那个停在边上 他们就是你看有那管子 就是在偷游 有很多开大货车的 甚至我去年还是前年 我还做过节目 有一个大货车的媳妇 就睡在那个油箱上边 抱歉啊 是吧 真的就怕人偷游 那一车游好几千块钱呢 他们的油箱大 我自己的卡车 就停在我自己的小区里 停在北京市东城区 安定门外 青年湖小区里 我买回了头一天 我那个油箱没这么大 我是一个1041两吨的清醒卡车 头一天晚上 第二天早上起来一看 还就停在我住的那个楼的南侧 哎 离我们家直线距离顶多有10米 睡一宿觉 早上起来一看 我那油箱就被人给偷光了 这是1997年的事 啊 中国这个国家到处是贼 啊 有国家层面的贼 啊 然后一层一层的 一直到社会底层 全是贼 啊 中国到处是贼 这一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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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